我们来看第八个知识要点 账户结构与账户的分类 先简单了解一下账户 什么是账户呢 我们前面呢 曾经讲的是会计科目 如果把会计科目比成爱情 账户是什么 就是爱情的坟墓 说明呢 他俩之间是有联系的 我们前面讲的会计科目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要记录的内容呢 给起的名字 对吧 我们称为会计科目 像资产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内容 那分别起了不同的名字 库存现金科目啊 银行存款科目啊 是吧 又比如说负债这个要素下面呢 有应交税费科目啊 短期接款科目啊 那把不同内容起的名字 我们叫会计科目 现在这些内容 我们要想记录 只起名字还不够 那怎么进行记录呢 现在呢 我们把会计科目啊 给他写在账本上 这时这会计科目 就不叫会计科目了啊 写在账本上的会计科目 就叫账户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啊 我手里呢 有一本账叫总分类账 打开账本以后 我们来看 里面都是空白的账页啊 那我在第一张账页上呢 我写上了库存现金科目 就表明了 将来在第一张账页上 只记录 库存现金的增加和减少 以及它的余额 其他内容 不能在这里来记录 好 第二张账页上呢 我写上银行存款的会计科目 那这张账页呢 就记录银行存款的增加和减少 那我们依次的 在后面的每一张账页上 都写上一个会计科目啊 写上会计科目以后 这张账页 你写什么科目 就叫什么账户 将来我们说 来 我们寄库存现金账户 那你就翻开 库存现金这一页 我们寄主营业务收入账户 那你就翻开 你会计科目名称是主营业务收入的这张账页 听名字了吗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账户 好了 有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讲解的呢 是账户的结构与账户的分类 对于不同的账户来说呢 它的结构呢 具体使用时是不同的 空白时都一样 但是你记录不同内容时呢 它结构又有所不同 那我们就先来讲解一下呢 在没有登记各个会计科目时 它账户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然后登记了各个名称以后 这个结构我们怎么来进行记录 好 学来看一个空白的账户结构 我打开这个账本以后 再来看 这个账本就是叫总分类账 它里面每张账页 空白账页都是一样的 那它是由行和列来构成的 那最主要呢 就是这三列内容 一个呢是借方列代方列和余额列 至于什么叫借方列 什么叫代方列 你可能还不清楚 不用管它 可以简单来理解呢 就是这张章页呢 你要记录这个会计科目的增加呀 减少啊 还有余额 如果把借方列来记录增加 代方列呢 就记录这个科目的减少 余额呢 那就是增加减少的差额呗 对吧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账户的结构 当然了这里不仅有账户的增加金额 减少金额 记录的地点啊 还有什么呢 那这笔金额 它的占要是什么 它哪天发生的 对吧 来把这项业务呢 它的一个完整情况 所以一个简要的记录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账户啊 最主要就记录 它的增加减少 还有余额 那我们先得一个结论 如果说在借方列登记增加 那代方列呢 就登记减少 那如果在代方列登记增加呢 借方列就登记减少 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 但这里要注意啊 我们后来 后面所学之呢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 有的账户就比较特殊了啊 它可能借方列代方列都记增加 那就比较特殊了 那是特殊账户 我们先不说它 常规的账户就是 借方列记增加 代方列就记减少 代方列记增加 借方列就记减少 它们是反向的 好 那这是我们在实际公告当中 我们看到的账户 等到我们讲到最后一个制要点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再来详细看这个账本 那我们暂时先不说了啊 简单有这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这是实际公告当中 我们用到了纸质的账本 在教学当中 我们的账本怎么来呈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教学当中的账本 教学当中的账本呢 就是把你这账户要记录内容呢 给它进行简化处理了啊 因为你要记住这种 无非就是一列即增加 一列即减少嘛 对吧 我们把它进行简化处理 来 我们在这个两列这上面画一横盖 两列中间画一横盖 画一行一竖啊 就是我们教学当中的账本 这一行一竖像什么 像我们中文的钉字 或者像英文的T字啊 所以有的人呢 称这个简化账本呢 叫T字账 也有人呢 把它称为叫丁字账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简化的账本啊 就简化到这种程度 就是一个一行一竖 叫丁字账也可以 叫T字账也可以啊 那我们在这个一行一竖上面呢 写上它的会计客户名称 这会计客户名称呢 就是我们将来账户的名称啊 你写什么科目 这个账户就叫什么账户 写库子现金 这个科目 这个账户叫库存现金账户 写银行存款 就叫银行存款啊 账户 可以看出会计科目 它只是一个名字 那将来要想记录增加减少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科目写在账本上 对吧 用账本来记载 可以看出账户 它是一个记录科目增加减少的一个载体 对不对啊 来我们来看银行存款 这个教学当中 我们常用的钉字账啊 来看一下它怎么来使用呢 它分为左右两方 相对应的 对应的就是我们实际账本的 左边就是借方 右边就是贷方啊 把左边称为什么 左边称为借方 右边呢 称为贷方 大家先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啊 左边我们叫左方 也可以叫借方 右边叫右方 也可以叫贷方 好了 那在这两方当中呢 一方记录增加 一方记录减少 我先告诉你一个结果啊 实际上银行存款这个账本来讲呢 它是借方记录增加 贷方记录减少 将来有增加额的时候 都得借方一行一行一行的汇总就可以了 有减少的时候 在贷方一行一行一行的汇总就可以了 这是实际的账本 在教育当中 这账本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增加金额呢 是六千块钱啊 你收一笔钱存银行了 这是在账本上要计增加六千吧 好 在借方写一个六千 前方不用写加减号 只要所有块钱都知道 在借方登记的六千就是增加额 因为减少个不记的借方啊 在借方登记的就是增加额 好了 那某一天呢 你从银行你取出四千 取出四千以后 你在银行存款减少了吧 那你记录银行存款的账本 是不是要反映减少四千呀 那好 在他代方登记四千 我这里为了让你好理解 我还写上汉字 这是增加额 这是减少额 在未来实际登上的时候 就是在借方写一个六千 代方写一个四千 那你未来呢 要明白 借方的六千就是增加 代方这个四千的就是减少 好了 那每天都在上面进行 汇总就可以了 借方来汇总你每一笔增加额 代方汇总你每一笔的减少额 好了 那到期末了 用你所有增加 减你所有减少 就有一个余额呗 然后我们来画一个横盖 来代表呢 我要算余额了 好 那增加和减少进行PK 那PK以后 二者呢就是相减呗 对吧 那就会留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在哪方呢 哪边大在哪方 借方是六千 代方是四千 那这是我们得一个结果就是 他俩PK以后 借方还有一个余额 这余额呢叫期末余额 看到没有 好 那也可以理解吗 我们增加六千 然后又减少四千 那最后还剩多少钱 那就银行村还剩两千呗 对吧 这是余额啊 那你这期期末余额 那到下一期期出呢 就变成下一期期出余额 比如说五月末的余额 到六月一号 就是六月一号的期出余额呗 对吧 上期期末就是本期的期出 假设到了下一期了啊 横盖一下就是下一期了 那这是上期期末 那也就是下一期的期出 接下来 如果说一号双又增加六千 又减少四千 接着再汇总呗 那在期出余额 这是上一期期末 就是本期的期出 期出余额有两千 你本月增加六千 本月减少四千 那这时到期末了 那期末余额是多少啊 那就用你期出两千加上六千 那一共八千呗 减少了四千 那我们算出它的期末余额呢 还有四千 余额在哪边多 在哪在哪个方向啊 很显然 借方呢 加一块是两千加六千八千 代方加一块呢 就是四千 很显然 借方多啊 那借方多 那最后PK以后 就借方有一个余额 我们也可以呢 把它比喻成账户时 账户时现在就是一个账本 这脑袋就是这个账户的名称 就是你会计科目啊 升开了 像不像一定账本 像吧 然后有个左口袋 有一个右口袋啊 如果我将来记账的时候 我左口袋记录银行总算增加 右口袋记录银行总算减少 那一比一比一比 汇总就可以了呗 对吧 最后他俩PK以后 那哪边 哪边这个多 哪边就会有余额呗呗 就是这个结果啊 那这是我们在未来教育当中呢 我们经常使用到的这种 钉字杖或者叫T字杖 好 我们这里还要掌握住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余额 它们之间的关系 什么关系 我本期期末余额 就是下一期期初的余额 好理解吧 好 那本期期初和本期期末余额 它们之间什么关系呢 非常好理解 本期的期初余额 加上本期增加额 减去本期减少额 就是本期的期末余额 对吧 好 那这个等式我想同学们呢 一定呢 要赖数于心 非常简单吧 来 我们写一遍 就是你这一期的什么余额 期初余额 好了 然后 加上本期的 一个加号 坏一个圈 对吧 本期增加的发生额 这是发生额 这是增加的发生额 那减去呢 就减去你减少的发生额 这里增加发生额指的是六千 这里减少发生额指的是四千 哎 增加发生额和减少发生额 它每个共同名都叫发生额啊 只不过一个是增加发生额 一个是减少发生额 好了 那期初余额加增加发生额 减减少发生额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期末余额 等于期末余额 好 这个等式我们在未来学习当中 是经常应用到料的 很简单 一定要滥熟于心 那怎么证明你是滥熟于心了呢 如果我这儿说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说期初余额加增加额 增加发生额 等于 等于期末余额加减少发生额 你说对不对 哎 把书带进去 期初有两千 本期增加了六千 一共八千吧 然后我期末呢 期末还剩四千 那减少发生额就是四千呗 那可不可以这样来算 说期初两千 本期增加六千 一共八千 一共八千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如果你减少了四千 那就是还剩下四千 减少一千 还剩七千呗 那你的期末余额和减少发生额 它俩之和 是不是等于前面这俩之和呀 对吧 可以理解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个就是账户的分类 我们讲解账户的分类 为了呢 更好认识账户 说这个账户到底是借房级增加呀 贷房级增加呀 对吧 有的账户注意是借房级增加 有的账户是贷房级增加 那我们把不同的账户呢 就给它进行归类 然后说这一类的账户都是借房级增加 那一类账户都是贷房级增加 对吧 我们把它进行账户分类 进行分类 实际上分类呢 有两种分类方法 一种分类方法呢 和我们前面讲的会计科目分类 是同一种方法 和会计科目的分类 结果啊 是同一种结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在理论教学当中 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 是俩不同名字 两个不同专业术语 它肯定不一样 会计科目只是名字 对吧 它不能记录增加减少 要想记录增加减少 得把会计科目写在账本上 就写在账户上呗 账户它是一个记录 增加减少的载体 科目是名字 账户是载体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是理论教学当中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呢 我们把会计科目和账户 是不加以区分的 将来你工作的时候 那有的老会计说 来我们记录银行存款账户 有些时候他也说 来我们记录银行存款科目 因为在实际工作当中 它是不加以区分的 都表示在银行存款 这个账上来记载 是不加以区分的 那现在我们教学当中呢 我们只是在刚开始学会计科目 学账户的时候 我们说它俩还不一样 一个名字一个载体 等到后面在陆续学习的时候 也像实际工作一样 也不加以区分了 好 现在我们就不再加以区分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讲的会计科目 是怎么分类的 那账户呢 也是照此类推的 科目怎么分类 账户就怎么来分类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账户的两种分类方法 实际上也就是在讲会计科目的两种分类方法 前面已经讲了会计科目的一种分类 那我们来看就是账户的第一种分类 按照反映的经济内容来进行分类 什么叫按照反映的经济内容来分类呢 就是看你这个账户 或者说你的会计科目 你反映的哪个要素 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 就是按照你反映的要素来进行分类 来我们前面曾经讲过 快要素一共有六大要素 分别是资产要素 负债要素 所有的权要素 收入费用利润 这六个要素 每个要素下面都有不同的内容 我们都分别写不同名字了呀 对吧 那你库存现金科目 银行通行科目 是反映资产内容的 那我们就把反映资产内容的科目呢 叫资产类科目 或者叫资产类账户 好 那如果这会计科目呢 是反映负债要素的 我们把这科目呢 就叫做负债类科目 或者叫负债类账户 你反映什么内容 反映什么要素 就叫什么账户 叫什么科目 听没意思了吧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反映资产要素的这些科目 我们都称为资产类科目 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原材料 库存现商品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好 这科目都是反映资产的 统称为资产类科目 或者叫资产类账户 不加以区分了啊 那接下来 我们这个科目呢 是反映负债要素的 那么把这些科目呢 都称为叫负债类科目 或者叫负债类账户 比如说应交税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款 好 长期借款等等 好 这些科目呢 都是反映负债的 那就称为负债类科目 好 那如果这个科目呢 它是反映所有者权益的 我们就叫所有者权益科目 或者叫所有者权益账户 像实收资本呀 本年利润呀 他们都是反映老板权益的呀 那我们把这些科目 把这些账户呢 统称为所有者权益科目 或者叫所有者权益账户 前三个都没什么太大难度 接下来乱子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前面讲会计科目的时候 到这就要加以注意了啊 我们有收入要素 有费用要素 好 我们把反映收入的各个科目 把反映费用的各个科目 我们统称为什么类 统称为收入费用类 不是 统称为叫损一类 损一类 损一类的科目呢 包括了两类 一类呢 是反映各种各样费用的 一类呢 是反映各种各样收入的 统称为叫损一类 对吧 我们说主营业要收入 其他业要收入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好 他们是什么 是损一类里面反映收入的 好 我们说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这些科目 是损一类里面反映费用的 对吧 好了 那把反映收入的 那把反映收入的 反映费用的 统一并为一类 叫损一类科目 或者叫损一类账户 同时我们也特别指出一点 是不是反映费用的 这些所有内容 都并入损一类了呢 并不是的 费用要素里面呢 有一部分费用呢 并入了损一类 就不形成资产的 不形成资产的费用 那我们并入损一类 像销售费 管理费 财务费 就是当期的一种耗费 那我们就算损一类的 里面的损 好 那如果是形成资产的费用呢 形成资产的费用 形成资产的费用 那这些费用形成资产了 写一个费到产了 好 那我们把这些科目呢 就叫成本类科目 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我们生产羊肉串 消耗的材料费 我们生产羊肉串 要消耗的人工费 你看材料费 人工费 都是费用吧 但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形成它了 把它想成一个羊肉串 形成羊肉串了 来 撸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 生产羊肉串的材料费 人工费 好 这些科目所记录的费用呢 将形成一项资产 那我们把这些科目 就成为叫成本类科目 形成资产成本的嘛 叫成本类科目 对吧 来 这就是我们把不同的科目 按照它反映的内容不同 分别起了不同的类别 前面讲了这些科目分类 账户分类 同样的道理 资产类账户 负债类账户 所有的权利账户 所有的类账户 成本类账户 我们前面还讲共同类账户 那现在初级当中终级都不涉及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再说什么共同类账户了 不用去管它 好 那我们再来复习内容 利润有个要素 有没有反映利润的科目 有 叫本年利润 但是在科目归类的时候呢 把本年利润科目并入哪了呢 并入了所有者权益类 并入所有者权益类 因为本年利润呢 它属于所有者权益嘛 所以在账户分类当中 可没有利润类科目 反映利润要素的那科目 并入了所有者权益类 同时我们也再复习一下 损益类科目当中 只是日常活动当中的各项收入 日常活动当中各项费用吗 并不是 在进行科目分类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加益主义 或者叫账户分类的时候 把利润类的科目 把损失类的科目 都是在损益类里来反映 也就是损益类账户 既反映日常收入 也反映非日常收入 损益类账户 那个损既反映日常费用 也反映非日常的费用 他们都统称为损益类 比如说销售费用和营业外支出 我问你 它属于哪一类的科目 或者叫属于哪一类账户 属于哪一类账户吧 都成为损益类 因为损益类既包括日常的 也包括非日常的 听见意思了吗 又比如说 主营业务收入和营业外收入 很明显主营业务收入是日常的 营业外是非日常的 它们都属于损益类的益 对吧 好 我们在刚开始初学的时候呢 为了加以区分 损益类的损和损益类的益 我们常这么说 说这个科目是损益类的收入类科目 这个科目是损益类的费用类科目 来这儿区分 好了 再来看第二种分类 按照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 及其统一关系不同 来进行分类 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呢 就按照它反映信息的详细程度不同 来分类 分成两类 一类呢 叫总分类账户 一类呢 叫明细分类账户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 想一想我们企业的实际 对于企业呢 不同人员有不同的需求 作为企业领导 作为管理者 他往往知道 某项内容的总数就可以了 比如说企业老板说 我知道我的应收账款 现在有多少吧 想知道应收账款的总数 对吧 那他知道总数就可以了 具体是谁欠的钱 他可能不是特别关心 他更多关心总数 既然他关心总数 那我们有一本账 叫记录总货信息的 好 便于给他提供信息 对吧 可是我们具体的业务人员呢 他可不是关心总数 他具体关心的是 就以应收账款为例啊 到底是张三欠的钱呀 还是李四欠的钱呀 好个人要钱呀 对吧 那我们具体的这些详细的信息 好 我们必须拿另外一本账来进行记载 他就反映具体谁欠我钱 好 假设第一张账页是张三欠的 第二张账页是李四欠的 第三张账页王五欠的 好 那我们来看 那这本账 他的每张账页 反映的是什么信息 是详细一集 反映详细信息的账呢 不叫详细账 叫明细分类账 好 我们来看这里就有两类账 先有这一个总体认识啊 左边这个叫总分类账户 反映什么信息 反映的是总货信息 右边这个呢 叫明细分类账户 反映的是详细信息 怎么回事 我们简单的给他来描述一下啊 比如说这一天呢 我们发生了一笔应收款项 比如说一元串妈吧 发生一笔应收款项 我们把呢 这羊肉串 我们卖给A公司了 把羊肉串卖给B公司了 但A和B呢 都有点不要脸 为啥不要脸呀 没有马上给我们钱 赖皮啊 说以后再给 那以后再给情况下 我们账上就要记录应收款吧 对吧 假设A 他欠我们100万 那这时我们将来记账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记录一下啊 好 我们拿出一张账页来 上面写 应收账款A公司 上面写 欠我们多少钱 好 我就在街坊这里来写啊 假设欠我们100万 我这里写一个100万 这时呢 在这个反映详细信息账上 我们经记录了吧 这时负责记详细账的人 在详细的账上来经记录了 那负责记总货信息的人呢 他也得记录啊 那在总分类账上记录应收款增加一个100万 好 也就是有人记总数 有人记详细数字 假设有两个人 两个不同人来记啊 这样来讲 把这数字都记到账上了 好 接下来 还要说B公司也欠钱呀 那B公司也欠的时候呢 单独再拿一张账页来经记录啊 这里就是应收账款 B公司 假设他欠200万 那我们在这张账页上呢 就反映 应收B是200万 那负责详细记录的 记录了A签多少钱 记录了B签多少钱 对吧 那接下来 那记录总货信息的这人呢 说呦 有账款又增加一个200万 那这时我们来看 在总账这本账上 假设咱们这么说吧 假设来讲呢 总账呢 是由小美来进行记录啊 明信账 咱们就是大美吧 咱就是简单区分一下啊 那我们来看 小美记这个账 反映的是什么数字 就是总货数字啊 这里不反映具体谁欠的 就反映 应收款增加100 应收款增加200 那一共就是300的应收款 这就是反映总货信息的账 叫总分类账户 那反映明信息的呢 那这两张账页 反映的是详细信息的 我们称为明细分类账户 明细分类账户 反映具体的详细信息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按照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不同 分成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说按照统一关系不同呢 我们要知道 总账上的总数 应该等于 两个详细数字之和 总账上反映有300 那两个详细数字呢 加一块也应该等于300 这叫他们有统一关系 好 这就是应收账款 它有总账 有相应的明细账 那我们企业有原材料吧 原材料 有羊肉 是吧 有调料 还有呢 什么其他碳火等等 有各种材料 那各种材料 我们要知道材料总数 我们就要用一本账 叫原材料的总账 好 那我们来看 假设把这个空白账页呢 这不写应收账款 写的是原材料 那你各种各样的原材料 只要是原材料的 都在这个原材料总账上来进行记载 那原材料的详细的呢 那我们再拿不同的反应详细的这个账页 拿出来 假设这里不是应收账款A公司了 也不是应收账款B公司了 就是原材料 好 羊肉 下一张账页 原材料 调料 那还不够 再拿一张账页 原材料 炭火 好 那就是把你不同材料呢 那写在不同账页上 那这时我们来看 反应详细信息的账 叫明细分类账 反应总和信息账 就叫总分类账 看到了吧 那应收账款 有总账 有明细账 原材料 有总账 有明细账 那库存商品呢 同样有反映 我所有库存商品总数的那个总账 有反映各种库存商品的明细账 我们的前面讲的每一个要素呢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都可以给每一个会计科目设一个总账 给每一个会计科目呢 它详细内容分别设明细账 这是理论上是存在的 但有些时候呢 我们那个总分类科目啊 就够用了啊 我一看总分类科目就知道就行了 那下面那明细账就没必要再设置了 比如说本年利润啊 本年利润我们往往就只有总账科目 他没有明细科目 因为我看总账就知道我利润有多少了 本年利润就一个数 我还要啥明细啊 那他就不用明细账了啊 理论上说任何一个科目都可以有总账 都可以有明细账 但是实际当中我们总账够了就不用设明细了啊 这是第二种分类 好了 这里我们还要再多说一句话 我们说应收账款A公司 应收账款B公司 A公司B公司 就是应收账款的具体的应收对象呗 那我们说A公司是一个明细 B公司是一个明细 将来有C公司呢 C公司也是一个明细账 那D公司E公司都是明细账 那对于这明细账 在我们平时日常教学当中怎么来书写呢 这实际账页 对吧 我们在将来进行教学演示的时候 我们说应收A公司的应收B公司的 我们只写A公司B公司那是不行的啊 因为你应收账款有A公司 你可能应付账款也有A公司 一定要表明你的明细 是属于哪个总分类账的明细啊 我要在他的前面写上 他的总分类账户 应收账款 好 然后画一个破车号 是A公司 那这是来表明 A公司呢 是应收账款的明细分类账户 那同样道理 那我们还有B公司 对吧 我们在前面写上应收账款 就是前面要有他的前缀 来表明这个明细是谁的明细 对吧 应收账款破车号A公司 应收账款破车号B公司 好 就是这来进行书写的 像原材料 那原材料破车号养入 原材料破车号调料 原材料破车号炭火 对吧 这就是他的明细科目的写法 那对明细科目 我们说只能到此为止吗 还可以有更细的明细 那我们在教法上呢 经常把应收账款叫总分类账户 A公司B公司叫明细分类账户 对吧 如果从排序上来说 应收账款总账叫一级 明细 这个A公司B公司叫二级 那二级以下还可以 还可以不可以有更细的明细呢 也可以啊 A公司下面那还可以说 A北京的分公司 A这个什么天津的分公司 那也可以啊 A北 A天 那还可以有具体的明细 那下面明细就是三级了 如果三级下面还需要明细 那就是四级 也可以的啊 二级三级四级都统称为叫明细分类账户 好了 这是我们说明细分类账户 是怎么来进行表述的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九个大问题啊 就是关于会计等式 是我们在后续学习当中呢 经常要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经常要用到它聊 所以我们这里呢 把会计等式呢 我们也要先掌握好 好 首先来说什么是会计等式呢 那我来问你 一加一等于二 是不是会计等式 它是等式 可不叫会计等式啊 会计等式是什么呢 它是反映会计要素之间 他们之间关系的那个等式 才叫会计等式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等式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这是两个等式 你来看 第一个等式是前三个要素啊 他们之间组成一个等式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第二个等式是反映经营成果的三个要素组成等式 也就是我们一共六大要素组成了两个等式 这两个才叫会计等式呢 是反映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这种等式 才叫会计等式 好了 对于会计等式来讲呢 它是反映会计要素之间关系的啊 分成两个等式 就这俩等式呗 这俩等式你要赖出于心啊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我们后面再进展开解释 我们马上通过例子来进行讲解 比如说现在一元串八啊 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 男同学也好 女同学也好 一共才出资60万 不是说一个出资40 一个出资60了啊 你们一共才出资60万 然后把60万给我 说赵老师我们成立来起 你们帮我来经营吧 我说不够 我说60万哪够啊 再跟银行借40万吧 那这是你们又跟银行借了40万 这是元串八总资产是多少 就是100万资产了吧 来我们看一下 这笔又发生完以后 对于这三个要素 各自有多少了啊 那你看一下资产有多少 资产一共有100万的资产 对吧 假设现在都是钱啊 都是在存在银行账户里面钱 一共100万 那这100万资产有了 接下来有多少债务 向银行借款借了40万 那你的负债要素下面的 这些账本这些科目 就要记录有40万的债务 那还有呢 老板有多少权益啊 老板出的多少 出的60万 那这次我们来看 他们之间就形成一个等式 100等于40加60 有什么含义呢 就是等上左边代表 你有多少资产 等上右边来代表 这资产的来源 可以说左边是占用 我们称为资金占用 右边呢是资金的来源 资金的什么来源 看一元存吧 银行账户里头有多少资产 有100万资产 然后在等式右边来表明 这个资产有两个方面来源 一个是借来的 一个是老板投来的 对不对呀 那这时这个等式就相等了呗 那我们把它烂熟于心的 记在心里啊 烂熟于心的要记啊 特别熟练 再等于什么 再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实际上我们前面讲 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儿说过呀 所有权益等于什么呀 这等于全部资产剔除全部负债以后的余额 就是所有者权益呗 所以把这等式一变形 就变成所有者权益等于什么了 那我们来看 所有者权益 假设这金额我给盖上了 不知道多少钱 那我问你是多少 那就是用看一下 一共有多少资产 一共有100万资产 这一半当中呢 要欠别是40万 那就剩下60万是所有者权益呗 就100减40就是60呗 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等式 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第二等式呢 就非常好理解了 就是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比如说 现在我把你们给我的这100%资产 我拿它进行买羊肉串去了 然后又给它全卖掉了 钱全都花出去了 变成羊肉串 然后把羊肉串又卖掉了 好了 那这时呢 这个一买一卖呢 就形成了收入和费用呗 对吧 假设 这100万块钱 我全都给花出去了啊 都变成羊肉串 羊肉串又全都卖掉了 又卖回来更多的钱 假设卖多少钱 卖1000 卖1000万 我为了取得这1000万 我发生代价是多少啊 我把100万都给花出去了 那这时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代价呢 就是100万的费用 100万全都花出去 然后再收回来1000万 至于中间的运转过程 我们像不用管它啊 所以这100万花出去 钱先变成你的商品 让商品被卖掉 才变成费用 不用管中间过程 就看最终的一头一尾啊 你投入多少钱 投入100万 就回来多少钱 回来1000万 对吧 这1000万就是收入 那你的投入就是100万的费用啊 那最后我们来看 你形成多少利润呢 形成900万利润 这个好理解 收入减费用就等于利润吗 这是第二个等式 好 快等式呢 就是有两个等式啊 在我们后续学习当中呢 还会说 第一个等式是反映什么等式 是反映财务状况等式 第二个等式是反映经营成果的等式 我们在前面 也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结果 对吧 反映财务状况的要素 他们形成一个等式 那就是叫反映财务状况的等式 你且一共有多少资产呀 这么多资产当中 你欠别多少啊 剩下贵你多少啊 这就叫财务状况 对吧 那收入费用利润呢 这三个是反映经营成果的要素 他们三个形成等式呢 就叫反映经营成果的等式 有些时候呢 我们说第一个等式呢 也叫做静态等式 第二个等式呢 叫动态等式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资产呀 负债呀 所有的权益呀 这些反映财务状况的呢 他们往往到期末的时候呢 都有余额 比如说到2022年12月31号的一天 你账上一共有100万资产 一共有40万债务 一共有60万所有的权益 那它是不是在某一天的一个余额呀 对吧 这个余额的等式 就称为叫做静态等式 那动态等式呢 就是反映发生额的 说收入 我们取得1000万收入 就一天取得的吗 可能今天形成100万 明天形成200万 后天形成50万 大后天形成什么30万 那你这一段期间 假设这一年 一共1000万收入 这1000万收入 是不是每天累计求和的呀 它是一个发生额 对吧 那我想知道 我一共有多少收入啊 拿个录像机 就把每天形成收入给它录下来 就把这些每天收入求和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来看 这个收入费用和利润呢 它就是一个发生额的这么一个等式 反映发生额等式 称为叫动态的等式 那反映财务状况的呢 那就是就在12月31日那天 拿照片拍一下 拍摄摄像图片 那就是静态的 拿录像机录 那就是动态的 好了 这个我们不用去深究它啊 我们重点把握住的是什么呢 就是反映财务状况的等式是什么 揽出于心 自然等于负债家做的权益 反映进行成果等式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对吧 好 有同学学的比较好 说老师 您第二个等式错了 我说咋是错了呀 说收入是日常的 费用是日常的 可那利润呢 是非日常的 那我这里呢 就补充说明一句啊 我们现在讲 会计等式的时候呢 假设我们利润当中 没有那种非日常的啊 就只是日常的 这样来讲 日常收入 简直日常费用 就等于日常的利润 好 这是这两个等式 那我们在学习当中呢 我经常把这两个等式呢 给它揉到一块 来进行使用 好 来看一下 我们揉到一块 是一个什么样的等式 先说 在没有合并之前 先来看这等式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就假设刚才我们说的 一元春八 最初成立的情形 同学们 一共出资60万 又跟银行借了40万 那我们来看 你的资产 有多少资产 有100万资产 对吧 有100万的资产 然后有多少债务 有40万的债务 然后有60万的所有者权益 对吧 这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好了 假设这是1月1号这天的情形 1月1号我们成立的 然后我就把这100万 我拿出去花去了 100万 我全都变成羊毛串了 然后把羊毛串就每天都在外面卖 今天卖一点 明天卖一点 后天卖一点 最后全都给卖完了 卖了以后 那这个资产就没有了呗 钱变成商品 现在商品给出去了 资产就没了 资产没了 变成费用了吧 对吧 好 那变成费用以后 最后过来过钱呀 好 给了我1000万 那这时呢 我就是有100万的费用 有1000万的收入 对吧 那这二的差额 就是有900万利润 好 这90万利润 我们也可以并入这等式 来看一下 我们到期末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期末时 你还是100万资产吗 你100万投入进去了 最后把这本收回来 100万本收回来 还收了900万的利 那到期末时 你一共有多少资产 有1000万资产 对吧 有1000万的资产 好 假设都在银行存着呢 这银行存着钱 就一共1000万 这1000万怎么构成的呢 假设在这过程当中呢 同学们投资没有变化 然后银行债务也没有还 那这1000万的资产呢 还是这样来构成的啊 有40万的债务 有最初老板60万的投入权益 还有900万的利润 来看一看 这等式相等不相等 等号左边 是你有多少资产 等右边来解释资产哪来的 借来的负债 老板初始投入的60万 还有我们赚的利润 对吧 赚的利润 这就是解释了资产的三个来源 那在未来的时候 我们说资产没钱了 那就要想办法 就是这三个途径 借钱去 老板出资 或者我们赚钱去 对吧 这就是资产增加的三个途径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说利润是等于收入减费用吧 把刚才收入减费用给它带入进来 来 我们看一下带入后的结果 这个900万的利润 等于什么 等于1000万的收入 那减去100万的费用 是不是啊 二者差额 这样是900万吗 那这时 这个等式就变成了 资产等于负债 加收入减费用 就加 收入减费用 对吧 好 这个等式呢 在等式右边又有加号 又有减号 我看着那么不舒服 怎么舒服呢 把减号的移到档号左边去 让它右边都变成加号 好了 那这等式就变成这一个结果啊 就是费用加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加收入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等式啊 第三个等式呢 在我们后续学习快乐当中呢 经常能用到两 当你后续出现各项经济业务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就想想这等式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来 这等式 大家要烂熟于心 比那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还要烂 还要烂 就是要记得特别特别熟练 实际上也好记 这个等式好记吧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好记吧 然后在这等式的左边有一个费用 在等式右边有一个收入 就把收入和费用 一个放左一个放右就形成一个新的等式 看到了吗 由于前面是相等的 最后我们推导的过程 最后结果也是相等的 对吧 这个等式一定要烂熟于心 我们学习快乐同学呢 在后续当中呢 有两大难 这个等式 对这两大难的第一难能轻松解决 第二难呢 能让你不再那么难 就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所以说这等式 我们现在在预习班当中 用不用烂熟于心 用烂熟于心 不要等到未来的基础班上来了 你再学习 那就有点晚了 现在先把这工具 先给他掌握的特别特别熟练 做梦 梦一下 这个等式是什么 蹲在厕所里头 也记一下 这等式是什么 一定要烂熟于心 来 这是这个等式 这个等式和我们后面有一个结合 我把这个结合呢 简单来说一下 咱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将来呢 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业务 什么买材料啊 然后生产呀 销售啊 支付各种费用啊 取得各种收入啊 有各种各样的业务 当这些业务出现时呢 我们将来要记账吧 对吧 在记账的时候 有些人就搞不清楚了 说我记账 我应该记哪本账啊 他在后续处理时就比较复杂 搞不清楚记哪本账 那这是怎么办呢 我来告大家 结合这等式来想 它影响什么账发生变化了 就特别好记忆 特别好理解 那在记账之前呢 我先做一个铺垫 假设我发生业务了 我要想要想记账吧 采购材料啊 卖商品呀 都是业务啊 那我在记账之前 先做一个铺垫 就是当一笔业务发生以后呢 一定是有因有果 将记账时 又要记录它的因 又要记录它的果 这样通过因果兜记 来反映业务的来龙去脉 听的意思了吗 就是任何一笔业务 它都会引起因的方面发生变化 引起果的方面发生变化 那到底哪个账户是因 哪个账户是果 那就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了 来我们结合这等式来说一下 我们未来的业务呢 无非就是四类业务 未来业务无非就是四类业务 对 无非就是四类业务 这四类业务 它最终结果就是让这个等式 让它平衡 不管是哪类业务 这等式一定是平衡的 一定是等 等上左边的总和 等于等上右边的总和 一定是相等的 就是四类业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哪四类业务呢 好了 这里有一个天平 然后接下来这里有四类业务 我们结合这天平 来理解未来的四类业务 这四类业务呢 会让你等式平衡 或者说 这等式平衡 引出了我们未来业务 只能是这四类业务 不会超过这四类 那未来我们在经业务处理的时候 就说 这个业务属于第一类业务 还是属于第二类业务 按照第一类业务 它的计账规律来计账 按照第二类业务 计账规律来计账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来识别一下这四类业务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类业务是左右同增 第二类业务是左右同减 第三类业务是右边不变 左边一增一减 第四类业务是左边不变 右边内部一增一减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依次来进行说明 来我们假设 现在我们发生第一类业务 第一类业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经营期中间的时候呢 我就和同学们说 各位老板 我们经营的钱不够了 你们再出点资吧 让你再出资 好 你们一咬牙一跺脚 说行 再出资 好 你们出资了 一日出资十万 好 一日出资十万 来 我们看这个企业在最初经营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情形 最初经营的时候是 一百万资产等于四十万债务 加上你们最初 你们一共投了六十万的权益 对吧 这最初的等事 现在在经营期间呢 说你们又追加出资了十万 每个人追加十万 男同学追加十万 女同学追加十万 一共追加二十万呗 这时你们把二十万就拿到一元传八了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一元传八帐上就发生了第一类业务 就是等号左边的资产增加二十万 等号右边的权益 你们权益还是六十万权益吗 你们最初他六十万 后来是不是有追加二十万呀 那这时你们权益变成八十万了 那我们来看 这时我们来看 这笔业务是不是导致等号左右同增 等号左边的这个要素增加了二十万 等号右边的这个要素呢增加了二十万 那这时这等式左右都增加二十万 那等式还是平衡啊 你看一下总数 当增加二十以后 等号左边的总数是多少 是一百加二十 这一百二呗 等号右边的总数 四十六十加二十 也是一百二呗 对吧 这就是第一类业务 就是等号左右同增 来 接合我们这个天平来看一看 假设等号左边呢 就是你的资产 是左边的天平 等号右边呢 放的就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那我们说这个天平平不平 在没有任何变化之前 一百资产等于四十加六十 它是平的 对吧 那将来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业务 才能让它继续平衡下去呢 那我们左边放一个二十万的砝码 右边同时放一个二十万的砝码 这是只要你两边放的一般多 这天平就平衡 换句话说 你要想让天平平衡 左右都变化的情况下 只能是你增加的那砝码量是一样的 这是财量平衡 如果左边增加二十 右边增加三十 那肯定就不行了 就摘过了 对吧 这是我们说低类业务 要想让等时平衡 那如果引起了等号左边和等号右边发生变化 如果等号左边为阴 假设来讲啊 如果等号左边为阴 右边为果 这个因果呢 一定是同时增加 一定是同时增加 好 这是第一类业务 那第一类业务 只能是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之间 这两个要素之间发生变化吗 不是 那资产 等号左边资产和等号右边负债 也可以同时增加呀 假设我们说 你别出资了 咱们上银行 咱们再借二十万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当从银行界限时 你资产增加了 这时就不是所有的权益增加了 百二十就能到负债这边了 对吧 就是负债增加了 好 那这笔业务导致资产增加和负债增加 看到了吗 那也是导致等号左右同增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类业务 通过第一类业务呢 我们在未来使用的时候 说我们判别了 说这笔业务啊 引起因果发生变化了 无非就引起资产和所有权益发生变化 那将来判断时 说资产增加了 我说你所有权益呢 只能增加 因为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 这俩要加都加 要减都减 不可能出现 一加一减 一加一减就摘了 就不平了 左右同增 听闻意思了吗 然后我来问你 如果这笔业务引起资产和负债发生变化了 我说负债增加了 我问你资产是什么变化方向 资产一定是增加 资产等上左边啊 负债等上右边啊 要加都加 非常好理解 好 这是第一类业务 再看第二类业务 就是左右同检 第二类业务就是左右同检 那左右同检是什么呢 就是同学们 假设你们追加了20 刚追加两月 你就后悔了 说呀 我们受资老师这大忽悠给忽悠了 我们又投了20 我们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啊 让资老师好好干活 多赚点钱不就行了吗 也能带来钱的来源呀 你们说 不行 你们要撤资 那撤就撤呗 假设就顺利撤资了 撤资结果是什么 从一元传八账上呢 就拿走了20万 给男同学10万 给女同学10万 对吧 那我们来看 这笔业务就是同学们撤资 撤资导致变化是什么 这是一元传八账上 就要拿走20万的资产 账户里少了20万块钱 对吧 那结果呢 同学们在一元传八权益 还是有80万的权益吗 由于你们撤资了 就要减少20万的权益 对吧 那这时我们来看 这笔业务就导致等号左右同减 对不对呀 等号左边资产减少了 等号右边是所有的权益减少了 它引起资产和所有的权益变化时呢 只能是资产减少 所有权益一定要减少 不可能出现 资产减少了 所有权益增加了 门都没有 不会出现的 一定是两个要加都加 要减都减 来看一下 在天平当中 这边拿走20万 那这边呢 也一定要拿走20万 这是天平才能平衡啊 你放一个相同数字 就是增加相同数字 或减少相同数字 这天平肯定是平衡的 对吧 好了 这是我们所要的第二类业务 第二类业务可以是等号左边的资产和右边的所有的权益 这两个要素之间 它们发生变化 也可以是什么 等号左边资产和右边的负债 那这也是一左一右啊 那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们把银行从银行建立钱还了吧 还了结果是什么 资产就减少40 负债就减少40 对吧 这是左右同减啊 还是那个结论 说我告诉你这笔业务导致资产和负债发生变化了 假设一个为银一个为果 那资产减少了 负债呢 负债只能减少 天平左右只能同减 它才会平衡 对吧 通过这种规律 我们可以判别出来 银怎么变 那果一定能知道它的变化规律 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能推测出来 对吧 好 这是要符合这个规律 要符合这个规律 这是第二个 第二类业务 第三类业务是什么呢 就是右边不变 左边内部一增一减 第三类业务 第三类业务是右边不变 也就是这笔业务发生以后呢 不涉及负债发生变化 也不涉及所有的权益发生变化 也不涉及收入发生变化 只是在等号左边 直接发生一增一减 左边发生一增一减 对呀 咱们来看一下 假设来讲 它是在 它是这种情形 是在资产内部一增一减 比如说 这个钱我们在银行存着呢 我们从银行 取出五万块钱 取出五万块钱以后 在银行那存款 这种资产就减少了五万 这是在你保养规理的那现金 这种资产 是不是就增加五万呀 我们来看这笔业务 涉及到负债发生变化 所有权也发生变化 谁在收入发生变化 不涉及 就是在资产内部发生了 这资产内部 是不是当上左边的 对吧 在左边内部 两种资产之间发生变化了 一种资产减少了 另外一种资产增加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三类 右边的要素不影响 右边不变 只是左边要素 它们之间一增一减 我们刚才举例呢 只是资产内部一增一减 实际上也可以是两个要素之间 比如说 我和同学们说 咱们商量一下 为了让一元春八里洋花串 更好卖一些 我们打点广告吧 打广告 同学们说行 好 我们拿出三十万 到电视台我们做广告了 那做广告 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你三十万块钱 没有了 然后一下广告费用增加了 来看一下 我们说 我们的资产 就是第三类 资产减少 三十万 然后费用呢 费用只能是增加三十万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类业务 如果告诉你 资产减少了 费用一定是增加 不可能费用减少 实际结果也是 资产减少了 钱没了 费用增加了嘛 对吧 只有资产减少 费用增加 它才平衡 因为你在天平的右边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你在天平左边呢 你拿下一个砝码 你是不是得再放上一个砝码啊 冰卡的数量相等 那这是天平财平衡呗 从资产这拿走一个砝码 在费用这放上一个砝码 这样 它得天平财平衡 这就是第三类业务啊 是右边不涉及 只涉及等号左边的要素之间 或要素内部发生变化 都属于第三类 来 再来看第四类 第四类是什么呢 正好跟第三类相反 我们这笔又发生以后啊 不涉及等号左边的要素啊 左边的是不涉及啊 是不涉及的 那 左边不变 只是 右边呢 一增一减 第三类我们再补充一下啊 这是右边不变 是左边一增一减 那第四类是什么 是左边不变 然后右边内部一增一减 这个一增一减呢 可以是右边某个要素 内部一增一减 负债内部之间一增一减 或者是所有权益内部一增一减 或者是收入之间 收入要素 两种收入之间一增一减 就是要素内部一增一减 可以的 也可以是两个要素之间一增一减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负债减少 所有权益增加 可以啊 还有这种情形呢 负债减少 所有权益增加 有啊 比如说 说现在呢 一元川八呢 欠我们再多男同学呢 欠十万块钱啊 那后来我们商量一下 哎呀 说我欠你十万块钱 我不还你行吗 男同学你急不急 不还钱 你觉得好像不大合适吧 尽管是股东 不还钱也不合适 我们说 我这钱不用还你了 我把股票给你啊 我债转股 现在 你不再是债务人了 我把你股份给增加不久完了吗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 一元川八欠男同学的债务减少了 然后男同学对一元川八的投资增加了 这就是债转股 这就是在等号右边负债减少 所有的权业增加 对吧 好了 那我们就不再去深究这么多了啊 我们一定要保住在未来发生的业务呢 就是这四类业务规律啊 如果引起等号左右发生变化了 这俩一定是通增 要增加一定增加 要减少一定减少 如果这笔业务不影响等号右边 只影响等号左边 这俩之间一定是一增一减 这个因和果之间一定是一增一减 来我们写一下吧 好 如果这因和果 在等式的一左一右 这是怎么办 要么都增加 要么都减少 听你意思了吗 好 千万不要这儿来理解啊 说我们又发生变化了 由因导致果 因减少果就增加 那不见得 看这因果在等式的左还是右啊 如果一左一右要增加 都增加 要减少都减少 如果这因和果呢 都在等号一边啊 你看第三种情况 右边不变 只是说下左边 那左边就是一方为因 另一方为果 它变动的两个账户 一定是一个因一个果 都在同一方的时候 如果因减少果就增加 如果因增加果就减少 它俩之间只能是一加一减了啊 就不可能是同增同减了 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方向 在同一个方向情况下 因和果呢 一定是一加一减 那第四种 第四类是不是也同样道理啊 如果因和果都在等上右边 那你说这因和果变化时 只能是因减少了果就增加 果减少了因就增加 这道理吧 好 那我们要知道啊 因果变化不见得是一减一加 可能是两个都加两个都减 也可能是一加一减 好 这是我们未来要学到的四类业务啊 四类业务 这四类业务的结果 它一定要记住了 好了 这是我们讲解的会计等式啊 对于第三个等式 就是我们推到推等式 一定要什么 烂熟于心啊 因为这个烂熟于心了 然后我们后面讲 怎么记账时呢 你能快速反应过来啊 只有这个烂熟于心了 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学习呢 你才能快速跟上老师节奏 否则你跟不上节奏这么重要呢 对 真的这么重要啊 等号左边有什么 等号左边是资产和费用 等右边有什么 是负债所有权益和收入 一定要烂熟于心 好 等式我们就讲解到此 这样来讲 我们把第二讲就讲解完毕了啊 把快教书的九个大点内容都讲解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更深入来学习 会计到底怎么来进行记账 是我们第三讲 会计的记账方法 好 第二讲我们就讲解到此结束